CMA新丁报道 每次都要找来不同的会员接受访问 今次由我Stella担任了我的嘉宾主持 稍后我会和一位香港年轻公业家聊天 想知道是谁?马上去片 我知道曼希泉是香港目前唯一 本地陀菲律的高级手标品牌 据我了解你的初心就是想宣揚香港精神 将传统中国目标的工艺 注入西方的陀菲律制标的技术 突显在香港中西合璧的优势 不如你和我们分享你的感受吧 好 其实我闯一牌子不知不觉 都有十年的时间 其实都是天时地人和 因为我十多年前 当时遇上Lehmann Brothers Bankrupt 倒闭 找工作难了很多 Wall Street也难找 那段时间我写论文 接触了我爸爸投资一间手表厂 它是做机芯的 这间手表厂有四十多年的历史 我写了论文的时候 研究机芯 工人的生产力和教育水平有没有关联 在这个过程中 知道这个厂做到陀菲律的技术 很多人都听过陀菲律 但不知道陀菲律 其实是机械表最复杂的技术 就不是一个名字 有些人以为我姓陀 有些人以为我姓曼 但其实陀菲律是机械表最复杂的技术 做到一个技术的厂 不多过三十间 最终只有六个厂做到 有一件及此 我觉得可以做 加上小时很喜欢中国不同的文化 爸爸和爷爷都教我很多 爸爸喜欢收藏 令我都很喜欢工匠的精神 所以我决定回来香港 打了一年都没有工 就自己创陀菲律的品牌 很多工业家都认为 搞生产是最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近年很流行的是OEM 自己设计 委托内地或海外工厂 实际做代工生产 但为什么你又会坚持香港製造 因为香港製造 我真的觉得很有发展空间 当然在传统中标业来说 大家想起中标品牌 很多时候会想起欧洲的牌子 甚至日本的品牌等等 香港品牌很冷漫 所以当时我捧着合标的时候 去敲门找标店代理 去支持我们的品牌 真的不容易 透过不同的主题群组 令到不同的粉丝都知道 有个香港和我非常不同的主题合作 所以令到我们的香港品牌 在世界各地很快更多人 麦希泉成立了十年 我觉得在你和我的品牌 成立初期的时候 我已经介绍你进入CMA的大家庭 那时CMA很多前辈都跟我说 你一个又年轻 又勤力的新世代工业家 你觉得CMA在哪方面 还可以继续去支援你 或者是令你可以再走得更好些呢 那时候你在一个饭局里 很有心 本着想支持一些年轻的工业家 或者是一个厂家 来CMA吧 你推荐了CMA 那时候很珍惜这个机会 入了CMA的大家庭之后 首先 好像你 亦有很多前辈 教了很多做生意 或者很多做人处事的学文 这东西就是读书都读不到的 第二就是在厂商会称为这个平台 是很温暖的 我记得那时候第一年做会员 差不多十年前 那时候我就有机会在台上做MC 那时候做MC是很享受 亦是首次发现 原来我是挺唐突的 发现了自己为品牌做宣传 亦都在整个学习的阶段之中 CMA提供很大的平台 譬如说很著名的公子妹 透过一个叫天创商机 我支持这些学生的过程中 都给了一个很大的学习机会 其实原来这些学生的天马行空的创作 其实都是令我感受到 原来香港年轻的创作 摧产是可以这么蓬勃 同时当然我们也努力 拿CMA的奖项 包括这个新星品牌 那时候是刚刚2011年 创业一两年拿到2018年 第二个里程 拿了香港名牌 这件事都是真的在CMA的大家庭 给一个我这个创业家 一个可以发展 可以努力去为港 去打开国际市场 为港争光的机会 所以都很感激你 再感激CMA 今天我们很感谢William 和我们聊天 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一下 年轻人创业的态度和困难 相信厂商会在掌握相关的资讯之后 就会在促进和支援方面 下巴的功夫 多谢